Hello大家好我是劉子萱 孤男寡女是即將在八頻道上檔的一部全新的戲劇 九點檔五月二十九號是個禮拜二通過八頻道可以看得到 當然今天是男女主角的孤男寡女要現場 這個孤男寡女通常後面都會接乾柴烈虎 所以兩位在戲當中有乾柴烈虎嗎 好像有很多可是每一次都被破壞掉 誰 誰 誰破壞 我們吹你嗎還是 什麼 每次都有不同的狀況 OK 像什麼狀況 像是有人進醫院 要不然就媽媽跌倒 然後要不然就是姐姐出了什麼事之類的 就很多事情發生了 然後結果沒有辦法在一起 對 OK 我們先來說下這部戲呢 孤男寡女你們各自的角色好了 傳譯介紹後你們是個什麼角色在中心當中 我這裡面呢是一個專業的平面攝影師 然後非常孝順 爸爸呢會有夜夢症 每天都一定要在晚上的時候 回家照顧爸爸 因為這邊跟聽眾解釋一下 夜夢症是什麼樣子的病 就是當你在晚上的時候 尤其是當光很寬暗的時候 患有夜夢症的人會心動跟瞎子一樣 所以是需要有 就像我這麼孝順的兒子去照顧 所以被資訊你才開心什麼 就是 你叫我贊同嗎 我贊同因為我同情他 你同情他 對 同病相連 對 他等一下會介紹他那邊的難處 對 這邊困難的部分 就是因為爸爸 呃 夜夢症的關係 所以 基本上 晚上的生活呢 都是在家裡陪爸爸 嗯 然後 他也是一個非常 好的一個男人 現在這個世界上 講好說 已經很難看到這麼 這麼配合 這麼不會拒絕別人的一個男人 他的終極目標呢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夠快樂 都能夠幸福 大家要怎麼做呢 他就會 請能滿足大家的 需求 你就是一個實際好男人 對 這是你的角色啊 對 那資訊的呢 你的難處是什麼 我的難處是 我媽 你媽 他的難處是他爸 對 也是你媽 對 我們兩個都一樣了 就是 其實我們都是好人 然後 我也是專業的化妝師 我也是一個專業的化妝師 剛好我們就在圖一間館 你都好專業啊 對我非常專業 OK好 然後 我媽 很不幸的就是 她有急躁症 就是她會幻想 然後她會 有時候幻想說 鄰居在打擾她 晚上半夜起來敲打桌子之類 然後我就會 每次安撫她 有點像妄想症 有一點 有一點 她什麼狀況都有一點 OK 然後 就是會 我只要出門 她就會不安 她就會隔 可能半個小時 給我打一通電話 差不多要 回家的時間 還不回家的話 她就會拼命的 就是給我醉 醉 醉 噢 所以此外你們感覺很靈活的 就是她 感覺她會有 我們的專業化 我們不會這麼想 照顧我爸媽是我們 本來很孝順 很孝順 有專業又孝順的角色 是的 嗯 OK 那第一眼 看到傳譯的時候 詞瑄的印象是什麼 我覺得很苦 OK 剛開始拍戲的時候 有跟她 你一直講話嗎 來暖場 冷場 吳冰這樣子 那是我最做的事情 哈哈哈哈 我滿氣 沒有啊 其實 韋娃她 她就 有跟我講話 然後我就 用一隻回她 當然 我比較滿熱 我跟妳在拍戲 那我就 我跟妳在拍戲 我跟妳在拍戲 如果妳不回我的話 這是沒禮貌 好嗎 當然要回我 對啊 我是 後來我們就 有 聊滿多的 OK 那 傳譯資訊給妳的第一個 影像是什麼 非常氣質的美女 對 然後今天 通常妳這樣 是第一印象氣質美女 然後後來 驗屍 輸了之後 驗屍七隻美女 因為她很愛看書 她很愛看書 這件事情 我覺得 妳不知道 我們拍戲 每天相處 她 她不跟你聊天 她都看書 她不理我 唉呦 我是在等的時候 我意思是說 就是現在 其實我拍戲合作過很多演員 演員 只要 演員在休息的時候 看劇本 或者是看書 比較平靜 在累積她自己的能量 這種 演員 我都很 覺得很不錯 我覺得 因為我之前是 很誇躁的一個人 我在現場 其實我現在也是 我在現場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開心 可是 我知道什麼 我知道什麼東西可以制住妳 就是不讓妳誇躁 我知道 只要妳播我的歌 我說 今天要播我的歌 好不好 所以我不擔心 對 我後面我才來播 聽一些紅歌 然後幹嘛 我們現在是在現場 國難光 妳說 這部戲妳剛剛提到 妳們各次的角色 我知道 子萱演的 一路來 蠻多角色的 是美 然後這次 妳又演的化妝師 哇 不是會讓自己更美嗎 整個造型方式 幫別人化妝嗎 對啊 我會不幫我 也OK啦 算是蠻 蠻 蠻漂亮的 這一次 但是 很離突擊 就對了 對對對 算是 傳聞一下 我看蠻演的角色 怎麼不是壞人啊 嗯 痾子英雄那個是壞人 對 因為就是 皮腿 男 腹心悍 什麼時候 好像 最近遇過嗎 相聚是不是 最近 有嗎 還有啦 派遇 跟楊成林的 對啊 那個是不是 蠻心悍 有一點點 對啊 所以 這次是演好人 對 很難得的一次機會 不算難得 就是直播這次的 真的是很徹底的 我说剧本本来的设定 但是我都会觉得 这个世界上基本上是没有这种难的 刚才某人好难演 你要怎么去询字当地导演这个角色 所以我把它弄得没有那么难演 就是我的表演方式加入蛮多 很多高校的东西在这部戏里面 其实本来我不打算这么演出的 后来就发现 其实这边的 我还是演员或是导演的部分 他们跟我在沟通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发现可以加入一些很轻松的东西 很自然的表现 就把你自己的个性演进去了吗 对 我会比较喜欢这样子的演出 非常深过 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角色是比较贴近你的 可以这样讲吗 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 还玩像王串逸讲的一个角色 应该可以 就是大家看到苏小蝇的时候 可以想象到大概百分之 超过50的王串逸在那边 对 今天我是不打算 我往传言的歌拉上跑 因为我很担心 等一下反而做不下去 对 yes 933 933 新歌 new release 但是这首歌曲地牙波 是这部戏啊 固难寡语的主题曲 演唱者呢 就是本地歌手Olivia 幸福既好这首歌曲 一起来听听 稍微来再继续跟子萱 还有传言来聊 那我听到很快 在九点钟 有新的一档戏剧 叫做孤男寡女 当然今天呢 两位主角来到现场 王串逸还有刘子萱 欢迎欢迎 OK 当然这部戏呢 叫做孤男寡女吧 那想了解一下现场生活当中 你们两位还是孤男寡女吗 是的 那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子萱有没有看到 传言可能下戏的时候 或是刚好在休息的时候 会经常用手机啊 好像跟我聊天啊 有吗 他从来不带手机去片场 从来 真的是好传言哦 非常 他在爱台 他就喜欢玩游戏 可能是 看不到啊 所以爱配营幕大一点 我没有看到他在现场 跟任何人传过简讯 然后讲过电话 从来没有 他们用转眼 那就玩电动 那回家 或者是休息的时候 可能没有戏牌 那会跟你传电讯吗 会吼一下 我跟你聊天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交换过 就是 没有电话 到现在都还没有 对 到现在都还没有 OK 为什么 传言 等一下 我就会跟他 要讲电动方式 对 等一下 那 因为我们要这么洗 天天 天天 天天在片场中见面 对哦 没有那么必要 早上起来 我刚才回去睡觉 然后早上起来就看到他 对 然后晚上 早上就看到他 是不是你的 有眼神不了的感觉 看到他还比 我家的猫 要比 那我 对你家的猫 比 那哪一个你比 你比较喜欢 当然是我家的猫 哈哈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接下来 有紫婉 听到自轩的口吻 我再讲 我没有摸摸 对 对 这样 那我 那你说回他好了 在片场 可能休息的时候 自轩都做什么 除了看书之外 有人送爱心糖啊 或者是送花给他吗 在 在 天场的时候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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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 爱心糖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 就有牧师 有啊 就每天都有 很多他的 歌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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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送他东西 很多花 读啊 或者是 微博啊 然后 帖博啊 哪里 他才读 每天他就有考虑 那我才知道 原来自轩 才不这么收回你 对 那会不会是你 偷偷送的那个花 我 我就在那边送 没有收过花 他乱讲的啦 所以我们拍戏的时候 谁在MG最多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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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我基本上是不MG的 哇 对 他上了 他真的很专业 过目不忘嘛 哦 台词 特别被人说 不对了 对 他就 他在 就是暗示说 MG比较多 是不是 他不是MG最多的 MG最多的 很不方便 在面前 哦 对 那 会笑场吗 你们两个拍戏的时候 我笑的比较多 对 为什么会笑场 是因为他搞怪 因为他觉得我们好笑 我笑点比较低啦 再加上他讲的有点 很可爱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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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我在这边有点像 邪性多年 金银的帅席王子的形象 在那边 会遇到 有吗 对啊 你说有帅吗 又来有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原来你是 这个图子里面是邪性吗 就是 爱我们家中的 有点轻松 其实我会觉得 大家的工作 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而且 我们在这边的工作史书 事实上 呃 跟我在台湾比起来 我觉得是很 因为可能给的 我们给的时间也不够多 所以我们平时 差不多三天就要拍一集 嗯 那三天拍一集的 又是男女主角的 戏本上面 我们的戏本自然就会很多 所以我们每天 睡的时间其实很少 然后我们的戏本又多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会有一点 疲惫的关系 可能会有点累 所以我会想要让大家轻松一点 他算是最容易感受到 我们的戏本是 让大家有一点 诶 那你会配合他吗 他想笑话 或者说要把我的时候 总要有人笑 我会把你尴尬 我肯定就是那个 最容易笑 第一个笑的 所以后来有时候 基本上我都 看他的眼睛 就是 反正让他自己一眼就好了 因为他看到我就会很想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我很真诚 但他还只想笑 不过他真的很 很高笑 就是 但是 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 我只可以这样 所以木器也是这样 培养出来的吗 可以这样讲吗 因为幽默而培养出来的木器 嗯 可是不会 比如说 是 没有拍的时候 一起去玩 或者是 这个时间 或者是 因为我中间还去日本拍了一个电影 比如说我60天要拍20几个电影 天哪太累了 什么一天都是 怎么 不是这样子啊 这难怪还是不难关 你以后没有时间啊 对 其实 这系统都很多了 然后 他们就说 那个 像苏仁大哥 我相信他们也说 不 不 不 那什么 不 其实不是啊 因为我回去休息的时候 因为花了很多时间在 预洗明天的东西啊 OK 所以 所以当然在现场 我就不希望耽误大家的进度 尤其是 当时也没工作的时候 赶快拍完就赶快 大家要早点睡觉了 对啊 每天都 各天都是早上六七点 对啊 等一下回来呢 我们就了解一下 这部戏 到底有哪一段 是你认为 所印象深刻 然后 呃 你会觉得 原来是非常难的 我们等一下回来呢 请转一 还有此 谁跟我们说 所以啊 拍这部戏 无难关于 而最印象深刻的 其中一幕 或是拍的时候 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资讯 最困难的 对我来说 有一幕是一直比较难忘 因为就是 写里面说过 我很喜欢吃 我妈祖的 独角 可是因为不吃肉 我就只吃海鲜 你说现实生活中 你不吃肉 对 我现实生活中 不吃肉 OK 所以我就 被供的吃了那块 猪肉 不可以逼掉吗 一定要吃 一定要吃 尽头要看 而且是 猪脚 对啊 就一块 很大块 这样吞下去 天哪 因为 即便是有些女生吃 肉 她都未必 可以接受 猪脚 所以你还是 你OK 之前都 一直以来都有吃 你要做出 那个美味的表情吗 对 你妈妈谢谢你 我还好吃 蛮美味的 对 可是那个是热的吗 还是凉的 已经太热了 很热的 嗯 只是因为太久 太久没吃了 也没有太久 然后就一年多 一年多没吃了 所以 那味道其实就 还是这样 哈哈 当然不然 我讲的 味道 还是都美味 因为 有很多人跟我说 你很久不吃肉了 你再吃 那味道 很会腥 或者是 你可能觉得 那个味道是臭的 你会不习惯 那像是吐 喂 喂 那你有没有吃第二口 没有 只有一口 一个铁 一个铁 就漂亮 对 然后 当然都在打赌桌 你明天肯定 就会去吃肉 结果我这边 要跟我那个导演说 我没有 因为我到现在 还是 没有吃肉 很坚持 那你会 想你那个 毒毒叫的味道吗 会 哈哈哈哈 还是要吃好的 有点肥 我也是这样吃 是啊 那传营呢 最难忘了是什么 我觉得 我有好多东西 在我这边先去 一个例子 就是 哈哈哈哈 你说你说你说 他已经知道 你会讲什么 就是 因为我这里面 有骑中心机车 嗯 你肥身会开吗 会骑吗 会骑车吗 就会 就因为 因为 因为 为了要 连这个教授 我还在 台湾的 中心驾照 换成 International License 我才可以在 新加坡骑嘛 但是新加坡是 是靠左边啊 跟台湾不一样 所以刚开始的 适应会比较 有一些困难 但是我觉得很糗的 一件事就是 我们直选第一次拍 我载她的 那戏 那 我觉得男生呢 通常碰到 就是 刚认识的女生 要建立他们自己的 灰心跟自信的时候 哈哈 刷刷 对 一定要帅嘛 中心本身 对啊 就是一个 帅的男生 在这样骑车 结果 在自信跟他拍 两三个 去跳 我就翻车 哈哈 真的假的 真的翻车 不严重的啦 不严重的啦 没有 是要转弯的时候 对 我还来得及 跳下来的 好丢烈啊 他反而 反而压到自己的脚 不是 压到我的脚跟我的手 他的手 你有叫吗 啊 没有 我是真男人 其实很重欸 但是很重 很重 我是撑着 首先一件 不要让机车压到我自轩的脚 就是我第一个想要的事情 那第二个呢 还有我身轻无业无业 他就是 他就先把我 我就是 你先逗一张 然后我自己根本 试着要 一个人拔 那个 对 就是要抗一下 我完全无法 因为后来才知道 我的 就是好像 重大快两百公斤 是 这时候你们要拍照自轩 拍什么 就拍照 我来不及啊 我包包都不在身边 在拍的当下 就是我去 可能他们 悠准 对 那个 镜头放在这边 那我 开过了之后啊 U-turn 那回来自轩炫的时候 就一不小心 就 怎么翻车 然后我就觉得 哎 可是你有没有受伤 我还好 没有 没有手太大 可能有点手差伤了 那就是 还是要很 就觉得很糗 那时候很糗 那就是 因为才刚开拍 第二天 对啊 然后又跟他讲说 对你放心 我其实记住 你不用耐心 然后就这样 就出现 出现太多了吗 你看 结果 所以就一直 结果你知道后来 你每次右转 我都有 硬移 其实我自己也会 就因为 我昨天在直转 那个游车的时候 有翻车过 我自己游车也翻车过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就太累了 没有啦 就是那些技术没有很好 那就是这样 对 应该是技术 就是 可是我还好 其实你把车 因为有工作人员帮你 把他扛起来吗 对不对 那个机车 就是 直转逃开以后 我是自己撑住 我要试着把他扶起来 完全无法 所以 完全无法 过来冲过来帮我扶起来 然后你还有继续 我们就继续拍 还有那个帅的表情还是 没有 不过是说 这个跟拍下 拍戏的当下 就是在鞋里面 叫做帅不帅不重要 是说 真的 对啊 我今天要请东西在 你上去 因为你已经 因为你已经很狼狈了 对 然后起来的时候 有没有继续维持 你那个帅度 是 就 不用维持 就是这样 就 基本上是这样 没有刻意维持 什么帅度的问题 还是很帅 但是今天要让他放心 说 但是可能接下来 自己要叫个谁 哈哈 欢迎 在U-TEN 自己先跳车 我尽量 他U-TEN 比如他转转 我都靠右 对 你跳BELL 我BELL 自己下 自己用也没有办法 我下一次这个问题 可是你有帽住他吗 有 一定要帽 一定要帽 是 是 摇侠心 你觉得 有安全感 才帽他 呃 是那个 那个设计 是 只要一开块 我就会贴着他 啊 对对对 很苦 私底下也想 因为那是他们帽 哈哈哈 你大 我听到了 你现在还想帽 我知道 因为他私底下也帽得很紧 我看一下 哈哈哈 没有 因为不是 因为这个中继真的 只要我稍微 轻轻 所以我们 有可能是换不到二档 因为他就说 嘿 就会一起慢一点 因为我们都是在红包桥的那边 大陆 不是飙车 就是 我们有 给机器拍嘛 那 你又不可能开了三四十公里 你只要开到至少一个六七十 才会有速度感 但是他就会 哎 好 你不可以 起慢一点 起慢一点 不会吧 嗯 以前翻过车 所以会比较 有阴影 现场性 应该是前面 机器可以看得到吗 下到中间 前面 你看不到翻车的画面 哈哈哈 当时 我是说 那个骑车的 你耍帅的 对 我一开始就是骑车 哦 一开始就骑车 就骑车 就骑车 我骑车 这部戏呢 孤男寡女呢 很快 还在5月29号呢 礼拜二呢 将会通过八频的晚上九点播出 希望大家可以尽情锁定 当然除了有传逸啦 有资讯之外 还有向运姐啦 周深大哥啦 都有参与 然后这次跟他们合作 怎么样 周深大哥跟向运姐 周深大哥其实就算是我新加坡的一个干爸爸 因为他本身可以跟我一样很爱好美食 那我们在拍戏的后 中后期之后 越来越熟了 所以他常常跟我讲说 他知道的 很厉害的 吃的东西 像我们在新加坡里面场景拍戏 甚至于 可能拍到 晚上六点要吃饭的时候 他直接帮我带出去 吃他两个好吃的东西 并用那个一个小时时间 所以相处起来都很 很融洽 现在把你当儿子 对啊 像运姐就是 因为是 他在里面是季元的妈妈 那 因为中间的过程 因为他比较开吃 但是后来说是接纳 但是我们私底下来 他只是一个非常好的妈妈 每次就带一些 很好吃的东西来威食我们 对 而且我们跟他出去 就是 他会叫很多很好吃的东西 然后 别人也会送一些 很好吃的东西 刚才跟周深大哥 或者是向运姐一起去吃 收拾东西 因为我这次 其实有一个印象深刻 就是把新加坡的收拾东西 应该吃了 他超过百分之三十应该有 对 他也很熟了 他也很深入了 那你应该有情商界 什么方法 对 不然要不然怎么办 是 要不然继续耍帅 对 还回台湾就是这样子 最后在离开之前 你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一个非看不可的理由 这部戏 这就是代表回答 我觉得 只要你对爱情有憧憬 或者是你想要看一些 比较歇实的 浪漫爱情剧 你 就是想要找另外一半 我觉得这些答案都可以在 乌南瓜旅里面找到 而且我必须要说 那个故事风回路转 对 你以为是这样子 结果发展到中间 诶 不是了 对 也有三只 对 你不要以为 只有他们这一对的 孤男瓜女 这不是有很多的 孤男瓜女 等着你去发誓 对 感谢自己去配对一下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感谢此学还有传言上节目 谢谢 记得锁定八频道 5月29号的 孤男瓜女 晚上九点播出 妈